各位观众大家好 小松说历史啊 今天来到了6月12号 今天有两个朝代成立啊 一个是618年 李渊称帝建立唐朝 一个是127年赵构称帝建立南宋 今天同时也是在1935年的这一天 红军一四方北军会师 我们先说这个光荣的吧 先说建立强盛了唐朝 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 李渊称皇帝 李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 四子李世民为秦王 三子李元吉为齐王 唐朝建立的整段的历史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尤其是像李世民这种 你说他是窜的 或者你说他是夺的都可以 但是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 他到底是不是像历史里写的 他占了那么大的功劳 恨不得咯咯地都是废物 然后爸爸是一个老二八叫做 就他一人雄才大略 其实并没有 李渊也没那么昏庸 一个昏庸的人就是一个好儿子 他就能成吗 我觉得首先不是 李渊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人 第二建成跟元吉 也远不是像后来李世民主持的历史里写的那样 两人就装干坏事 正事不干 当然了 那么写是为了最后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终于在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兵变 亲手杀死了太子李建成 李渊很快退位 玄武门之变你把哥哥弟弟杀了 那你当然得有理由了 得说他们无恶不足啊等等等等 那其实建成元吉两位 也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 是起了立下了赫赫功劳 而且是非常被李渊以重 就说一个证据就是 李渊为什么 那些李世民就在李渊身边 李渊为什么迟迟没有成帝 当然有其他的考虑 但是重要的一点 当时建成元吉都不在长安 都在洛阳 在前方 所以李渊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一直等到这个太子回来 元吉也回来 才正式称帝 就这一天6月12号正式称帝 南宋跟唐朝就是 南远北辙啊 这个那么强盛唐朝 这个到了几百年以后 变成了那么那么弱的南宋 而南宋是不贫但弱 南宋的对外贸易 南宋的农业 南宋的各方面 甚至产生了工商业 各方面都很强 南宋的时候 政府的岁入 这个就是国家财产收入 超过一亿两百银 可是拿这些钱去干嘛呢 去给人上贡 去给人当爹 就是我是你儿子 我是儿皇帝 就成这样了 就是你是我干爹 就变成这样了 这没人是一男的 也要去认干爹 我觉得这个很耻辱 不但每年给人很多钱 给人很多钱 然后人家使者来了 都指着皇帝的面 破口呆骂皇帝 这个简直是难以容忍 所以南宋虽然在文化上 在经济上脱有建树 但是在对外战争上 在外交上 那是非常弱的一个朝代 都在这一天建立了 有梦想 我给你机会实现 七级梦想挑战 九次闯关机会 一百四十种科技游戏 二十万元人生大奖 二十一巨星 与你一起全力挑战 进进梦立方 迈动梦立方 每周三周四晚十点 回复状态 做自己的英雄 迈动梦立方 由迈动冠名播出 回复状态 迈动回来 下面来讲讲 红军一四方面军 在川西冒功会师 这个件事情在 我党我军 我国的整个的地道历史上 是一次重要的事件 中央红军凭着钢铁般的意志 万众一心互相帮助 终于征服了大雪山 并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当时出在 整个中央革命 当时都出在最低谷的时候 万有日本 内有内战 这一次会师 是红军 以及整个我们的革命势力 都向新征途的 最重要的一次事件 当时中央红军最开始的时候 有十万大军之多 但是中央红军的长征 远比四方面军要艰苦的多 一个是位置的问题 中央红军在很东面 江西福建这一带 四方面军在厄宇晚一带 往西去是进得多的路程 再有就是说 假议是围剿的时候 中央苏区的被围剿 是承受了大概国民党军最大的兵力 一路被追围追阻截 出发的时候的十万大军 这个时候已经只剩了八九千人 但是这八九千人可是骨干 这八九千人留下来的 首先都是最能打的 能争善战的 第二是最革命最忠诚的 在中间没有脱离队 我没有跑的最顽强的最后是来到这只剩八九千人 四方面军长征和一方面军的策略不太一样 一方面军是一路打 所以一路就在捡一面 因为一直没有建立起根据地了 由于被重兵围追阻截 四方面军是步步为营 先长征到一个地方到川北停下来了 停下来打土豪分田地 发动群众参军分粮等等征集军饷 所以建立了一个川山苏区 然后在川山苏区又开始反围剿 然后还打过很多次胜仗 四方面军是红军里面应该说最能争善战的一支部队 不弱于完全不弱于一方面军 在川山苏区还曾经大破国民党军 叫反六路围剿等等 然后继续离开川山苏区 继续向川西移动 到了川西继续在那准备建立根据地 所以四方面军始终是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在长征 所以到了川西会诗的时候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制作 而且奇装满园 我静静聆听中国的梦想 我来寻找十一世界的声音 我培养明星塑造偶像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偶像 下一个是你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梦之声 长安福特义虎中国梦之声正在热播 中国梦之声由长安福特义虎独家冠名播出 加十多此虎为启动先保护 然后四方面军当时的当时总的领导人大招 张国套后来犯了严重错误 他总指挥徐向前元帅 政委陈昌昊 陈昌昊当时 因为陈昌昊是苏联留学回来的 对军事什么都不太熟 就是写东西笔杆子 然后就到处提标语 然后叫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然后四方美军全体世袭大振 觉得你看 凭我们四方美军八万人 打退了国民党这么多慈悲 讲到今天保持强大战斗力 三十万中央红军来了 那得革命就快胜利了 感觉就这感觉 宣经人就和陈昌昊政委说 说政委我觉得中央红军没有三十万 他说如果中央红军有三十万 是不会被国民党的两个师追着走的 只要说 那我们要先写出来 我们写出来先振奋一下士气再说 于是就只好写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然后大家全都磨面的磨面 聪明的聪明 等着迎接中央红军 然后就派了当时四方美军 优秀的一位军政委 带着一个师南下去迎接中央红军 这时候发生了一点小误会 但是在严酷的革命政策中 我觉得这点小误会 也值得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一方面军由于长期的行军作战 行军作战 一直没有停下来在一个地方 所以到最后导致军装都已经没有了 那一边打仗 一边就是能买到什么衣服 买什么衣服 然后这个时候正好穿过了川西的小市民族地区 就是阿坝 清族 藏族自治区 这现在叫自治州 那时候就买了很多当地人民的衣服 就是就一发现中央红军的时候 中央红军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衣服 花裙子 然后就那种袍子 各种枪族藏族的衣服 五颜六色 而且这个身上很多人身上都绑着一串银缘 其实是因为一方面军一直在快速的行军们战斗中 没有办法挑夫了 共产党的军队当然是都军纪非常严明 连年一看说怎么一方面军怎么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身上还挂着银缘 当时就觉得不对 然后就觉得中央红军怎么 就发生了误会 具体我就不讲了 这后来才解决 后来说其实不是抢老百姓的钱 抢老百姓的衣服 而是说我们是花钱买的 这个东西也都是打赌好来的经费 只是也没有挑夫 也没有来几有服装厂去做衣服给红军 所以会师的时候 是一方面军实际上是 经过艰苦长征有点衣衫蓝绿的意思 然后四方面军八万人齐装满园 这个叫亏名甲量 所以产生严重对比 然后导致张国焘当时就产生了滋生了野心 就觉得你看我手里这个军队这么强 你们手里军队就这么点 所以张国焘才产生了想要夺取最高领导权 然后最后导致张国焘犯了严重的错误 但是四方面军最终还是没有跟着张国焘走 四方军最后还是听了党的话 绝大部分来到了陕北 这就是今天讲伊斯坊梅军的这一次冒功会师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